你今天给我安分点 过个今天随你怎么闹 你就不怕我给你出洋相了 从小到大你出的洋相还少吗 好好对我的女儿啊 顾承泽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夏千寻小姐为妻 我愿意 夏千寻小姐 你是否愿意嫁给顾承泽先生 我愿意 新郎可以吻新娘了 他就是顾承泽 完了完了 我睡了我姐夫 妈 十点了 李卓你在干嘛 没 没干什么 苏苏 倩哥 我和李卓才是真爱 我和李卓才是真爱 小姐 小姐 我去下洗手间 我送你去吧 要有什么力量 等你哦 小妖精 怎么喝那么多酒 帅哥 爸 我 没 Gott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会是逃婚了吧 婚礼还有两个小时就开场了 我们现在退婚 那我们的脸就丢尽了呀 公司现在资金周转不开 要是没有顾驾的扶持 就会欠一屁股沾 爸爸就要去坐牢了 倩哥 你跟你姐是双胞胎 长相差不多 要不然你替你姐嫁给顾承泽 你疯了吗 我不要 回国没多久 却来这么一处 早知道顾回来了 从小到大 我们也没要求过你什么 让你过得随心所欲 现在你也该为这个家 做点贡献了吧 顾家人又不是傻子 突然换了个人 他们会不知道吗 这两年你都不在国内 跟顾家也没什么接触 而且你从小就机灵 应付一阵子不成问题 我不要 你难道要眼睁睁地 看着我坐牢吗 如果今天没有人 从夏家嫁出去 那么明天 我就会躺着被人抬出去了 你自己选吧 老夏呀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你把我也带走了 老夏欠我们老板这么多钱 这房子就当还债了 欠你们一天之内 给我搬出去 他们觉得我不争气 嫁过去 不怕给他们丢人 要我说 你就先嫁过去 解了这燃眉之急 等把你姐找回来啊 再把你换回来呗 那又是找不回来呢 那刚好将计就计 据我所知啊 这顾承泽 专一多金又帅气 说不定呀 你真的就爱上他了 你这什么价值观啊 我已经替你调查过他了 绝对的人类高质量男性 放心吧 我谢谢你啊 不过 说的有点道理 不行不行 好歹说我姐夫 不能这么可恶 他就是顾承泽 完了完了 我睡了我姐夫 怎么办怎么办 昨天我睡了姐夫 今天我嫁给了姐夫 这就什么事啊 怎么这么激动 我我大姨妈好想来了 我先去安装 夏千哥 你一定要保持冷静 色又对你来说 简直就是小儿科 什么美色你没有见识过 这是你姐夫 千万不能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 如何在新婚之夜 委婉地向对方提出分房睡觉 告诉对方你有神经失眠症 并且磨牙打呼 不管和谁睡都没法睡着 你想想 昨天不是刚睡过了吗 从各个封店找机会吵架 没事找事批判就放了 这个模式可以 小群 我出去一趟 哦 好 哦 舒坦 啊 好难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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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不爱我 我从来不用这个牌子的 看来你也不是真的关心我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这么容易就走了 该不会是个渣男吧 商店所有牌子都在这里了 随便挑 现在开始关心了解应该不算吃吧 宝贝 这两天过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感觉像中了彩票 你看看李卓 再看看顾承泽 是不是觉得赚了 别再提李卓了 都是过去式的 不过 他确实不曾 千群变得不太一样啊 不过这样还挺可爱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怎么不接电话 难道出什么事啊 天歌 我听说你也回国啦 一直都没有机会见面 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了 真巧 倩哥 我只想说 其实是我和李卓先认识的 我没有拆散你 其实 李卓挨得一直是 别出来丢人了 这位小姐 这位是故事总裁的夫人 夏千哥的姐姐夏千寻 人都没搞清楚就出来卖表 这可是相当不敬业的表现 喂 爸 千寻呢 他不在 他最近都没回家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哦 这就是千哥那个专检垃圾的闺蜜啊 也是 看起来就一副表里表气的样子 你干嘛呀 你去哪儿了 怎么一步时间和我说一声 为什么不接电话 难道给我接的手机打电话了 手机没信号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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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点信呗 哦 刚刚我们在地下车库 那里没有信号 我刚刚好像吃坏东西了 肚子有点不舒服 那我们先回家 有什么好笑的 我害怕你受性大发 为了我俩的身体 咱们还是分房睡吧 别闹了 你不是身体虚弱吗 好好休息 你不许越过这条三八线 我还不想吃坏东西 那我相信 我相信 都别懒惰 我相信 你喜欢 有没有听到一些响声啊 没有 你仔细听 好像有东西在爬 好像 有吧 有吧 会不会是蟑螂啊 也许吧 不对 是小白 小白是什么 之前家里养了些冷血爬行类的小可爱 但几天前跑丢了 一直都没找到 不会还在屋子里吧 那里那里 没看见啊 在那边那里 别动 不是不允许越过三大线吗 我说的是你 也不是我 女性金次拉练情一次为人插足 且男方火速与该女子结婚 金次拉深夜发文 相爱和米相守 留见心酸味 现在的人也太没底线了吧 在此之前就有狗仔拍到 男方与该女子在宾馆私会 场面十分刺激 让人心跳加速 故书 故书 故乘泽 心失 新闻你都看到了 你和那个金素拉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知道我在网上 被骂得有多惨吗 我跟他没有关系 我会把舆论处理好的 相信我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证据呢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终于有理由离开顾家了 我要回夏家 我跟你一起去 一会儿让人准备点东西 不行 发生那么大的事 我总要回去 跟我爸妈解释一番 你还是先处理好这件事情吧 再去也不迟 要不然再这么解释也没有用 凯文 告诉公关部门加快速度 把我和千轩的婚礼视频 搞过营销 实在不行 把金算拉丑文庚的网上 最好能马上热搜 让我老婆看着 毕竟是我们公司的一人 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怎么 你再质疑我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还不快去 我去 等等 回来 给我说说 怎么哄女人呀 您放心交给我 我保证夫人会跟您和好如初 这什么呀 你看看就知道了 好 千许 之前是我没有考虑周全 下次不会了 我已经开始空评了 这是很快就会过去 你不是喜欢设计吗 故事有自己的设计部门 要来吗 太好了 我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了 回来 对啊 嫁过来之后嘛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首先呢 你得真的成为夏千许 其次呢 你试着去了解顾成泽 你姐姐呢 行为优雅 举止从容 收一收你跳脱的性格 减少她对你的怀疑 千许呢 生活自律 垃圾食品啊 一概不能担 来的 少吃点垃圾食品 再动动吧 我好像准备好 除了这些 你还要学着讨好顾成河 抓住她的问 听说你喜欢吃辣 今天做什么菜 千许 咱们结婚也有一段日子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 不行 还不行 这次又是什么理由 我 我用那个 恐惧症患症 没事 我会帮你吃 不行不行 不能这样 我去洗个澡 你先睡吧 我可能比较慢 我还不吃不了你 快快给我睡觉吧 等了这么久 喝点水吧 我不渴 你喝就行了 喝完咱们赶紧进入主题吧 喝点吧 我都给你端上来了呢 我都给你端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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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就累了 有三二一 你怎么不喝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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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一定失声了 醒了 你昨晚有没有 放心吧 我不会称人之威的 我会等到你愿意的那天 再说了 你睡觉还摸牙打呼了 谁会想 早饭在餐桌上 我先上班去咯 住了 来住了 哎哎哎就是他就是他 就是他欺负我们家宿舍 这臭与名人对象 我打死我人呢 有点信心 我打死你 像你来结婚 你敢欺负人 臭丫脸的欺负人 不会 这是臭丫 我打死你了 这什么不好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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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巧啊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 一直联系不上你 就过来找你了 刚才 谢谢你 建许是我不好 是我没保护好你 建许 你动不动就消失好吗 我会担心 知道了 你 你安静点 上车哎呀哎上车上车 我 闲得你到处说了 今天的事我是不会放过你 嗯 我招权惹谁了 哎 你 你竟然打我你个渣男 你说什么 嗯 不是渣男 是这个 还真是 啊手机呢 衣服怎么 该不回事了 学生为什么会和医生认识呢 我昨天做了什么 他怎么这么一副样子 嗯 昨晚你给我换的衣服 谁让你给我换衣服的 你不知道男女说说不亲吗 我给我老婆换衣服 你不认识我 有什么问题吗 啊 问题可大了去了 你以后不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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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好像 还是第一次这么正式的迷惠 感觉还是挺错的 这是叫惊喜吗 这是用组团搞事情啊 你不是说是惊喜吗 一个是你的绯闻女友 一个是抢我妹男人的女人 怎么 你们是组团过来跟我道歉吗 你干嘛呀 顾总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 如果知道的话 顾总 你千万别怪金小姐 她也是不想你上当受骗而已 倩哥 我今天来是专门给你道歉的 你原谅我好不好啊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和李卓的事情 就组织嫁给顾总 她是无辜的呀 苏苏你的意思是 夏千歌代替夏千寻 嫁赶了顾总 苏苏啊 你讲话可是要讲证据的呀 你是千歌不是千寻 你主动和顾总认个错吧 毕竟是你姐夫肯定会原谅你的 苏小姐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的话 我只能请你去警局喝茶 千歌 你说句话呀 我也是为了你好 不要一错再错了 你有什么证据 我上次看到 你还用着我送你的手机壳 你到现在还用着 我好感动啊 真是白名医术 我的手机怎么会在你那 这个手机壳是我妹妹千歌的 但她后来送给了我 不行吗 但是 指纹是不会骗人的对吗 千歌 顾总 骗婚可不是小事 我们还是搞明白了好 夏千寻可以解开夏千歌的手机 夫人不解释一下吗 这本来就是我夏千寻的手机 我当然能解开 还不死 还不死 苏苏小姐是不是觉得 偷了我的手机 就可以成功栽葬我了 老公 麻烦你给我打个电话 好让他们死心 你姐的手机破解好了 用这不 不可能 肯定是你动了手脚 够了 你以为你是谁 你再敢耍花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还有 金苏拉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不然 我保证 顾时不会跟你续约 刚才夏千歌 为什么没接电话 婚后的情绪 确实有点奇怪 话说回来 我还没见过你那双胞胎妹妹呢 咱们这次结婚她也没来啊 你也怀疑我 没 就随口于望 你夏千寄来故事上班吧 那边就安排妥当 好 这是我们先来的设计总监 夏千寻 大家欢迎 以后都是同事了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老板娘用名的 想低调的不行啊 金苏拉 是吧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愿 你要这样针对我 夏千歌 你会不知道 老公 帮我倒杯咖啡好不好 唐唐顾总怎么可能给人倒咖啡呢 给 我不喜欢喝这个味道 喜欢喝什么一起去买 金哥 许久不见又骗了我 你认错人了 行了 跟你这么多年了 我还认不出你吗 我是顾成泽的夫人 夏千寻 你那里有一道很特殊的疤痕 我猜顾成泽 应该还不知道吧 金哥 你怎么能因为跟我分手 就去嫁给一个不熟悉的男人呢 少自作多情 有屁快放 我最近 在策划一个项目 手里还差点资金 现在 你是故事集团的老板娘了 不计个二十万 说不过去吧 你怎么不去抢劫呢 这不是由你吗 再怎么说 咱们也是老相好 看在往日勤奋上 不得帮帮我了 只有十万 爱要不要 可以可以 不许再拿我身份说事 放心 还有 看好素素 别让他再出现在我面前 倩哥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滚 好嘞 你是 顾造师吧 我叫李卓 是夏千 我是夏千寻的大学同学 请多指教 他就是夏千哥的前男友李卓 你原谅我好不好啊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和李卓的事情 就赌气嫁给姑子了呀 他来找千寻干什么 话说回来 我还没见过你那双胞胎妹妹呢 咱们这次结婚她也没来啊 你真的不是千寻吗 等很久了吧 咱们走吧 我 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这唱的是什么呀 怎么有种相遇离别的惆怅 你不喜欢 不喜欢 这种朦胧的情愫让我不能理解 哎 那边有好吃的 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 很伤感 但是很温柔 但是很温柔 顾承泽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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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 你没事吧 严不严重 我没事 你怎么了 为什么看到车不躲啊 疼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心事 解决 怎么了 没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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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有用处不回家 不用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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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喝了 我送你回去 如果 你爱的人 一直在骗你 我怎么办 顾总 您喝多了 咱们回去吧 我不回去 不回去 怎么喝这么多酒 把这个喝了 养养胃 咱们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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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咱们回去 摆 我又被掠了 以最快的速度了解事情原有 找个机会和紧速拉解约 先澄清事实 把事情热度降到最低 您那昨天的事 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有没有 喝的那个 没有 这照片都出来了 这要怎么公关 深夜对于剧本拍戏 还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这点照着办不好 我要你有何用 对了 夫人那边怎么交代 你先回去吧 好 她和紧速拉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哎 夏千哥啊 骗蓝的感情 迟早是要还回来的 再说一遍 我是夏千玄 不是夏千玄 行了 别装了 顾总已经知道 你不是夏千玄了 前天晚上 顾总还说 他要和你离婚 然后娶我 你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要不要请你来啊 他应该看到新闻了吧 为什么没有反应 见了 你身体还好吧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离婚 既然如此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等这次风波过去 我希望 到时候夏家 可以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另外 做好你姑太太的职责 我不希望从你这传出我们不合的言论 影响到故事 我不是夏千玄 你就可以出轨吗 还让我装大的 有必要吗 有 顾总 如果再找不到证据的话 那这事基本就要坐实了 就那影响来说 对公司是百害无一利啊 已经有合作商开始解约了 还有夫人那边她会怎么想 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故事又不是赔不起这点钱 顾总 别着了别人的道啊 这件事摆明了就是有人策划的 解决问题 找出幕后主使才是重中之重啊 给各大网站发照片的人找到没 跟着呢 还有 还有人跟着金苏拉 如果幕后之人不是他 那最后 如果是的话 顾总顾总 对于那些藏照 顾总有什么解释的吗 一会不久就各自传统费文 是否将婚姻当时而泄 顾总 请说点什么 这件事情 顾总 是否会对故事的故事要承受影响 顾总顾总顾总 顾总 当初这段婚姻是否只是利益关系呢 请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对于叶苏照事件 是由于我个人的疏忽 被有些人利用 趁机在我醉酒后摆拍线来 我们一定会找出幕后黑手 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个人原因 影响到整个公司和家庭 顾总 您现在有什么想对夏小姐说的吗 曾经的我 不相信一件钟情 但当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她阳光 自信 善良 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她 我们每天都要相遇很多人 也要遗忘很多人 能在我心里扎根的 唯有你 我从未将婚姻室做过儿戏 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顾夫人 对于顾总 多次和金苏拉 陈朱绯闻 你有弄过离婚的念头吗 顾承泽是我的选择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 我选择无条件地相信她 你跟金苏拉真的 不关你的事 我刚刚在发布会上说的都是真心话 哦 看在我刚刚帮了你的份上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半个月后的秀场 我帮顾氏拿到第一的位置 你在帮帮夏家的公司 怎么样 首先 我会查明真相 还我清吧 其次 是你们夏家骗婚在心 我没告你们就已经不错了 还妄想让我帮助你们 你还真会打如意算吧 顾氏集团连续三年 在国赛秀场上被V集团打压 如果这次拿了第一 顾氏集团的市值一定会大涨 你确定不考虑一下 你最好能说到做到 如果拿不到第一 我不仅会让夏家企业破产 还会让所有人知道 你们夏家替价骗分 顾成泽是我的选择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 我选择无条件的相信他 夏天哥我跟你说 顾成泽他绝对不是个东西 就那天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家 他打了我你知道吗 嗯还唆使我的客户放我鸽子 你说他是不是不是个东西 对他可以在外面睡别的女人 我也可以把绿路 哎 说着吧啊说着吧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是个东西 绿路 夏天哥 你怎么见谁都网上贴呀 这就是你参加国际秀场的本事 顾总有什么资格管我呀 按婚姻关系来说 是你出轨在先 现在连孩子都有了 按雇佣关系来说 你更无权购问员工的私生活 孩子不是我的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照片呢 怎么解释 信不信有你 你要谁相信你 夏天哥 还是夏秦逊 曾经的我 不相信一件同情 但当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她阳光 自信 善恶 让我深深地爱上她 原来 她那么爱我 哎 帮我个忙 不吧 没看我在这忙着吧 姑娘 她可有艾滋病 要小心 哎 不是 你回来了 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简直是最佳随友 哎呀 帮我个忙 我保证给你介绍个更漂亮 不帮 你肯定是要帮那个顾成嫂 你俩不是闹崩了吗 就不能有点出息 毕竟当时是我欺骗了她 这次帮帮她 就当扯平了 两不相欠 口是心非吧 说吧 怎么办啊 哟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金苏拉小姐吗 有事吗 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V集团的Eason 不知道金苏拉小姐有没有兴趣 来我们V集团 我想想吧 那行 你想好了就带着入职表跟体检报告 我随时等你 帮我改一下体检报告 不能让我假发运的事情穿包 大姐你小生意 哪有那么 弄不好我被开除的 可能还会坐牢 钱少不了你的赶紧的 这样吧 你先去检查 我再想想办法 最好别说什么差 张医生 那个贾主任让你过去一趟 哦哦好的 黄医生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呃我顺便查了查一个病人的病例 你既然随意窜了病人的病例 你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 张医生 刚刚太谢谢你了 客气了 幸亏刚刚你叫住我 不然就让他给得逞了 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能证明金苏拉并没有怀孕 之前为他作假的医生也被依法统治 我们还找到了之前与金苏拉共谋的狗子 他已经交代了 之前我与金苏拉的叶塑罩 不是金苏拉一手策划 这件事到此为止 我不希望再听到任何风言风语 不客气 啊 想说谢谢啊牛牛年年的 我 他是不是夏千雪 真的重要 这些资料能证明金苏拉并没有怀孕 江泉哥你为什么还不去死 为什么 不行 不能就这样算了 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 不客气 啊 想说谢谢啊牛牛年年 我 我 不客气 不是 我 不客气 我 不是 我 不客气 我 不是 我 你先学没有回家 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凯文 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天天就是到睡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要谁相信你 夏千歌 还是夏浅轩 看在我们生养你的份上 能不能不和顾成泽离婚啊 快回顾家去 你还嫌顾成泽身边的女人少吗 喂 喂 你 你现在在哪 都这么晚了 赶紧回家吧 哦 我到上南路了 我快到家了 出什么事了吗 有几个人一直在后面跟着我吗 电话不要挂 我们好人过去 进来往人多的地方走 不要慌 放松 保持正常打电话状态 打电话 beh 露东 秦天哥 환 ooh 救命啊 韮 personality Manh unable to 顾总 老爷子请夏小姐过去吧 这么晚了还叫我过去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顾老爷子找我有什么事 老爷没说 只是让我们请夏小姐过去一趟 你们夏家真是攒大猫天 连我都敢骗 顾叔叔 我爸是为了付权我们两家的颜面 才出此下策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我看你们是不愿失去顾氏的胡植吧 对不起顾叔叔 我看你们夏家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爸 有事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联系 老婆都被人换了 还有什么好谈的 您都知道了 看来你早就知道她是个冒玩祸了 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的 我们 我献你三天之内 把这件事情处理干净 至于她 让她哪儿来得回哪儿去 我们顾家容不下这号人 不行 我留着她还有用 你还好吧 路边停一下 你先回家吧 我要去医院看一下我爸 我送你 不用麻烦了 救命 救命 我看你们夏家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夏千哥可以帮故事集团拿到国赛秀场的魁首 到时候公司的市值就可以翻一翻 你确定不是在为这个女人开脱 我们之间只有利益关系 我们之间只有利益关系 你醒了 我这是怎么了 医生说你惊吓过度 不过没事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顾承泽呢 你都这样了还想着他呀 要不这样 我替你叫他过来 你能不能有个正形 哎呀 圆形 方形 颇圆形 哎 我就是没有正形 哎 你说顾承泽要是我一半贴心的话 我也不用这么劳心劳力了 是是是 你说的都对 哎哎 你们谁啊 哎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光天患日下绑架 我告诉你 我如果不把故事告破产 我就 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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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夏千歌是什么关系 你说你明明在乎人家 却不敢表达 怎么 堂堂顾总 也有怂的时候啊 轮不到你来过问 你该不会仅仅因为夏千歌 就心存芥蒂了吧 哎 那我是不是有机会了 你试试 好了 不开玩笑 不过 我倒是希望 你那天说的话是真的 曾经的我 不相信一见钟情 但当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 她阳光 自信 善良 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她 其实当年你在秀场上看上的人 不是夏千讯 什么意思 那天夏千讯零事有事 是夏千歌代替了夏千讯 夏千讯 原来一直是你 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 从今往后方牢牢抓住 再也不送来 是夏千许 被人影响开 对 回去 许可 就 我 我 莫 配 找出 那谦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让他继续稳住顾家呗 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 那国赛秀场之后 我们就离婚吧 和平分手 也给彼此留点余地 和平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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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给彼此留点余地 我是不会离婚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装过了夏千寻 我想做回夏千寻了 那就做你自己啊 你确定你现在喜欢的是夏千寻 而不是我扮演的夏千寻 给你约了临时的千金 下午去见个面 什么意思 你既然和那个女人是利益关系 那就赶紧离婚 我不希望被有些人爆出来 是我们故事集团的总裁 没脑子 被一个女人耍着玩 我是不会离婚的 不离也得离 这不是和你商量 这是通知 离婚的话 我不介意把整个故事拍给她 竟然为了一个女人来威胁我 我只是在合理划分夫妻共同财产而已 滚 你给我滚 我是不会离婚的 千哥 千哥 我知道我可能醒悟的有点晚 但在我心里自始至终 喜欢的都是你 我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我都要气疯了 我意识到一直是我自己 不敢面对自己 不管是什么样的你 我都喜欢 不好意思 刚听音乐没听到 库总 那个李卓又来了 让保安直接撵出去 好 我这就去办 等一下 让他进了 好 库总你好 这是项目企划书 我现在对你的项目并不感兴趣 如果你能保证 以后不再纠缠千学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千哥 顾总 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 你忙你的 我先自私转转 小心 顾总对不起 顾总对不起 走吧 你没事吧 你没事就好 千哥好疼啊 你看这一片都发红了 我只想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受伤而已 你别多想 疼 千哥 演技太浮夸了 千哥别走啊 我是真的疼 你也不关心也关心我 多好一点啊 你就装吧你 如果你不清楚我的心意 我可以重新追求你 我会重新了解你 关注你 熟悉你的一切 并且铭记于心一辈子 那我看你表现 再考虑要不要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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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以后你的每一个细节我都会注意的 我 我 去吧 这次别再给我搞砸了 放心吧 这次一定没问题 千哥先吃点东西吧 我给你带了粥 我不饿 你自己吃吧 喝点吧 啊 你要是忙的话 我可以喂你 我给你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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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请几位入选的设计师 做最后的设计闪速 一件成功的设计作品 不仅仅局限于观者 所能看到的色彩与形态 还有眼镜 千玄 千玄 怎么了 千玄 快叫医生 让一下让一下 不散开 保持现场空气流通 应该是过敏的 医生 我刚刚看到千玄吃了点粥 你看一下是不是因为那个 粥里被人拆了东西 然后大量误实 告知了过敏休克 你醒了 比赛结果怎么样了 不重要 你身体没事就好 我这是怎么了 过敏休克 我给你的粥里被人缠了东西 对不起 我没事 现在绣场那边什么情况 你打算怎么办 别担心 我会解决的 不走 不走 对您夫人的身份您怎么看 请问您是否提前知道双方胎互换身份 对于这一互动的情况 咱们最终的处理方应 您后续是否考虑离婚的打算呢 大家安静一下 夏千玄 我与你的相遇本就是一场误 现在来龙去脉我都已经知想 所以 我决定要和你离婚 你可以再产出一下刚才的意思吗 对啊 您和夏千玄小姐的公共事 和金西拉小姐在一起吗 故总 您是否追究夏千玄小姐的法律责任呢 夏千玄 我从没想过 我知识之中要找的人都是你 是我不好 现在才找到你 所以 请你夏千玄的身份 重新嫁给我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当初想绑架我的人是金苏拉 除了她还能有谁啊 再说 敢打你的主意 我恨不得绝第三尺把她挖穿 幸亏那天顾老爷子也派人来找我 阴差阳错的旧裸印 所以说 我们注定是一家人 听说你给李卓转了五十万 干嘛 想问你前男友申请围困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给我全部要回来 听见没有 遵命 我的夫人 这次 你不会再躲着我了吧 我说过去再来 试团了 请问我